WTT乒乓球阿曼挑战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王楚清对阵向鹏 王楚清在1月份刚拿过澳门冠军赛冠军 来到阿曼战士气震望 王楚清会不会横扫向鹏呢 我们一起走进比赛现场 王楚清采取从向鹏反手突破 第二板兄辩向鹏正手大脚得分 场上比分来到7比7 向鹏2003年出生 是青赛卫美冠军 北美乒乓球公开赛男单冠军 可见向鹏也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 首局双方一度站至9平 好在王楚清顶住了向鹏的冲击 11比9拿下首局 第二局王楚清利用发球抢攻 1比0领先 第二个发球王楚清已经非常主动了 拉球质量也很高 王楚清没想到向鹏把球打回来了 准备不足丢一分 双方目前发挥的还算正常 小将向鹏拼的比较凶 王楚清也不手软 比分向鹏两度落后 两度把比分追平 展现出竞技体育的魅力 8比6领先的王楚清 被向鹏把比分追平 心态开始发生变化 对自己产生怀疑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看拍行为 滋生了对手的自信 双方还在斗智斗勇 比分也很难拉开 谁更主动 更果断 谁就得分 双方从10平站至13平 求胜欲决定了这局的胜利 王楚清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无奈向鹏就像蟒蛇一样 缠着他 王楚清高质量回球 打得向鹏难以招架 没有办法的向鹏 只有蹦起来防 就是这种美球必争的精神 硬是扛出了王楚清的失误 向鹏15比13顽强 板回一局 双方大比分 1比1来到同一起跑线 板回一局的 向鹏在第三局出手 更加自信了 开局2比0领先 不过 王楚清利用发球抢攻 把比分干停 双方还是纠缠在一起 互不相让比赛也是十分精彩 多拍对抗中 王楚清掌握着主动权 对向鹏展开压制 中远台对攻 向鹏一度被动防守 经过调整 向鹏把被动化为主动 多拍后 向鹏赢下气势的一分 三平过后 王楚清霸气抢分 连得2分 把比分反超5比3领先 以为王楚清会把比分拉开 没想到 向鹏再次展现出小蟒蛇精神 连得5分8比5领先 5比8落后的王楚清 再次出现心理波动 向鹏9比5领先 王楚清追回2分 向鹏拿到局点对攻中 王楚清出手 由于回球下往 向鹏11比7拿下 大比分2比1暂时领先 第五局双方比分 一直有着两分的差距 9比7领先的向鹏对攻中 打出一个擦边 拿到赛点 王楚清化解一个赛点 向鹏手握两个发球权 此时 向鹏并没有急着发球 而是叫了一个暂停 暂停回来 向鹏把握住了机会 王楚清回球下往 向鹏11比8所定胜局 球迷们 你觉得向鹏能赢下比赛 哪些方面 比王楚清发挥的好 评论区 留下你们看法与我互动 我们下期见